9月8号由实力派男性 卢方生及新人女星杨彩爵 主演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 在北京召开了首映发布会 该片由著名导演霍建启之导 原著小说作者野夫加盟编剧 首映当天现场吸引了柳传志 于敏洪 徐小平等近百味商界文化界大咖清零 共同感受了一场八十年代的爱情故事 而说起那个年代的爱情 与现如今爱情有什么不同时 柳传志也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理解 现在一说爱情什么都挂在嘴上 那时候就心里头默默念着就是了 可能现在要比以前要开放的多的多 既然说到了爱情观的不同 那么不知柳传志老师 您对于刘强东与南茶妹妹的爱情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我不能加一瓶 这不新时代吗 到底一个新的道德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些东西跟做企业的价值观并不一样 对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什么 有果权娱乐北京发大 9月8号由实力派男性 卢方生及新人女星杨彩爵主演的电影 《1980年代的爱情》 在北京召开了首映发布会 该片由著名导演霍剑奇之导 原著小说作者野夫加盟编剧 首映当天现场吸引了柳传志 于敏红 徐小平等近百位商界 文化界大咖清零 共同感受了一场八十年代的爱情故事 而说起那个年代的爱情 与现如今爱情有什么不同时 柳传志也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理解 现在一说爱情什么的挂在嘴上 嗶嗶响 那时候就是心里头默默念着 就是了 可能现在要比以前要开放的多的多 既然说到了爱情观的不同 那么不知柳传志老师 您对于刘强东与奶茶妹妹的爱情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我不能下一瓶 这个大家 这是不是新时代吗 是吧 到底这个 一个新的道德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些东西呢 跟做企业的价值观并不一样 对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什么 有个全娱乐 北京发大